冬天天气寒冷,许多民众喜欢喝热饮暖暖身,但近日耳鼻喉科医师吴钊宽却指出,曾有一名患者不咽不酒却罹患下咽食道癌,经想问才知对方因为胎爱喝滚烫饮品,造成粘膜受损。 对此,吴钊宽就提醒,一旦热饮超过65摄氏度,就可能增加立癌几率,另外,只要出现五症状,就有可能是咽喉癌的前兆。 吴钊宽在健康2.0节目中分享,曾有一名50多岁的患者因喉咙异物感找上他,经检查后,发现对方的下咽及食道位置有肿快,于是切片化咽,最终确诊下咽食道癌。 由于该患者表示自己不咽不酒,不明白咽喉癌怎会找伤他。 经问诊后,吴钊宽才发现,对方非常爱喝滚烫的饮品,甚至一杯豆浆都要微薄加热三次,吃面时也要趁最烫的时候大快躲移。 吴钊宽说明,许多民众爱喝热汤、热饮,虽然当下可能没有被烫到,但只要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经过食道, 就会对粘膜造成热伤害。 细胞长时间近逆于慢性发炎,长期下来就会增加罹患下咽癌、食道癌的几率。 对此,吴钊宽就提醒,当出现吞咽困难。 喉咙痛、义无感、血痰或口臭等症状,就要当心可能是咽喉癌症。 另外,致病因子除了抽烟、喝酒、嚼槟榔,也包含味食道逆流,千万不可不慎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